人为何像斩杀自己宗门众人的人下跪 毕时间出云宗的问剑品死伤无数 身为宗主的莫灵云却宁愿屈服也不愿权力一搏 甚至还不如一个年轻的小兄弟 原来莫灵云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就算是权力一搏也不一定能赢 自己不能用权宗上下的性命去赌 年轻人却誓死劝诫莫灵云不要投降 可换来的却是莫灵云让他去死 瞬间年轻人万念俱灰 他不敢相信这所谓的宗主居然是这样的人 而下一刻宗主却做出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事情 大叫着面前的年轻人就是林北 只要你想要你就尽管拿去 面前的谢平秋顿时来了兴趣 一个及其五个天机体质为一身的家伙 十六岁就能到开窍镜天花板 只听谢平秋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的身体就归我了 但林北却不想任人宰割拔刀就冲上去 然而就在这时还不用谢平秋出手 林北胸口一阵剧痛 自己猛然倒地不起 突然眼前却出现宗主的女儿莫灵 并且告诉林北不要挣扎 以自己一人之命换宗门平安应该觉得自豪 林北此刻才想起之前这女人帮自己疗伤 没成想却是给自己下毒 此刻的女人见到林北一阵嫌弃 当时要不是说你体质逆天谁会搭理你啊 瞬间天空一声巨响 谢平秋却让莫营一边去 自己已经忍不住要夺舍了 用出自己的秘书一花接木 林北只感觉自身一阵刺骨的疼痛 五个逆天的体质被谢平秋一一收入囊中 谢平秋才准备作罢放过初云宗 并且还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墨家的女儿联姻 以后就是一家人 对于墨凌云来说这不仅是件好事 还是天大的富贵 只是林北却觉得可笑 自己为宗门忙前忙后 没有一句怨言现在却落的这幅下场 墨凌云却不想再听林北说的任何一句 你这种人就该替宗门去死 一脚便直接踹到林北的脸上 林北却不服气就这么死了 原本以为能获得幸福的女人 却给了林北致命的一脚 望着自己掉下的悬崖 林北的一生仿佛记忆都一闪而过 只能到这里了吗 然而林北却不服气 如若天地不仁我便一念轻之 顿时一股力量便散发在林北的周身 没成想林北却没有死 但即使如此林北五道天附近 诗和废人又有什么区别 现在林北却抱有一丝幻想 林北能否觉醒另一种天机体质呢 随后身体却出现了一丝丝异常 顿时仿佛林北像是要被吸进去一般 转眼便来到一处巨大的空间 周围有五把被铁链捆住的巨箭 林北便猜测这难不成是自己的五个天机体质吗 顿时注意力都在中间的石柱上 正当林北触碰的一颗周围的巨箭 也都相继被破坏 太初混沌体的字样便显现在林北的面前 果真和林北想的一样 自己不仅有五种天机体质 而且还有六种的存在 现在看来还要感谢那家伙 剥离自己的五个天机体质 才能觉醒这笔原来还要强的太初混沌体 人遭到心爱的人背叛 还被外门的贼人夺去天机体质 本以为尊敬的宗主会救自己 可结局却是被一脚踩在脚下羞辱 眼看着林北就要这样死去 但心有不甘的林北却意外觉醒另外的天机体质 无论是修炼天赋和体质的上限 都比原来的体质更强 既然他们不仁不义这次要把失去的拿回来 于是林北直接开始修炼 上次就是基础的开窍境界都花费了十年之久 而现如今就是一瞬间周围的灵气 就是以前的好几十倍 只是一息之间就能让林北感觉到强大的力量 正当林北感叹着体质的霸道 却意外发现自己头顶上还开了一窍 普通人只能到九窍天赋都逆天 而现在林北却开了十窍天权 想起当时自己在古书上的记载 这头顶的一窍十分难开启 慢慢的就被舞者们放弃 现如今就是林北开始反击的时候 只是可惜原来的宗主莫灵云那老狗失托迈进 林北不能与之匹敌 只能当前先行折服等有实力再去复仇 随后林北便来到一处村落 林北想在这氛围里面慢慢修炼 却发现村民的眼神不对劲 动作是一气呵成的想逃离林北 其中一个老头却颤颤巍巍地问起 林北来此地是所为何事 林北也告诉老头自己想在这里借宿一宿 结果老头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并且告诉林北整个村都没钱了 这情况让林北十分尴尬 感情你们怕我是把我当成土匪了呀 此时旁边一个小丫头举起一块石头 就向林北丢了过来 大叫着出云踪的坏人滚出去 老头见状立马吓坏了 赶紧解释小孩不懂事 给林北磕头道歉让林北放过小孩 林北见状也让老头赶紧起来 自己已经不是出云踪的人了 众人听见林北如此一说都有些吃惊 可是林北身上穿的就是出云踪的服装啊 林北一把就将老头给扶起 告诉他们自己非但不是出云踪的人 还和出云踪不共戴天 老头一听这才愿意把林北给带回家里 还用村里几天的口粮招待林北 为了补充自己的体力 林北还是吃了起来 不过去问起老头出云踪是做了什么事情 这才听老头说起本来村子还算富裕 但出云踪每年都增加赋税 慢慢的整个村子都负担不起 而且近两年来出云踪每个月都要一块妖兽金河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猎杀妖兽 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已经没有几人了 听见如此压榨村民林北也忍受不了 原来自己以前以为造福百姓的宗门是这副德行 老头也无奈摆摆头 表示自己这个村还算好的了 周边的村子还更惨不仅要缴纳妖金河 就连村子里的漂亮姑娘也被直接抢走 林北瞬间感觉十分愤怒 立刻就问起老头现在是何年何月 林北才得知自己在山下昏迷了足足一个月 老头见状也让林北快些吃吧 吃好之后就赶紧离开这不太平的地方 人为了能够向自己以前的宗门复仇 准备在一处村子里面折服修炼 可让林北没想到这里的村民 却把他当成恶霸出云踪的坏人 经过林北的一番解释才让把误会解除 村长老头还特地用了村子几天的粮食招待林北 还劝告林北等休息一晚 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 可二日一早村子外面就出现了一群出云踪的人 为了宗主之女莫赢明日的婚礼 还碰巧杀了一只二星妖兽 不少人都感叹着开窍七天花板的妖兽 如若不是太虚弱我们也讨不到便宜 旁边人也附和如果是全盛时期 恐怕也只有林北师兄才能将其斩杀 结果下一秒直接被人抽了一巴掌 这却让他十分难受 自从林北自愿牺牲换来出云踪的和平 这名字就不能再提 其中带头的人却想去周围的村子歇息一番 然而现在的林北还在呼呼大睡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林北立刻就起身觉得是出事了 只见出云踪的人将村长和他的孙女给踢倒在地 强迫他们拿出食物好好犒劳他们 林北也认识此人 大叫着唐旭你该死 唐旭听见有人敢叫自己的名字 马上就想给这人好看 结果才发现对面的人是本该死去的师兄 众人也都相继地吃惊 只能看着林北教训唐旭 但唐旭却一副无所谓的姿态 这家伙一身修为尽是有什么可怕的 还表示林北如果跪下求饶 看在以前是同门的面子上放他一马 然而下一秒唐旭就被林北一巴掌给扇飞 林北也在此时赶紧将村长扶起 让他们先躲屋里去 唐旭这时才反应过来 明明是废人的林北为何有这样的力量 然而林北却一步一步靠近唐旭 这种恐惧感让唐旭不敢挪动半步 林北直接一脚就将唐旭踢成内伤 这一刻林北也起了杀心 复仇出云踪就从你唐旭开始 可唐旭却不服气自己一身修为 怎会被你一个废人杀死 顿时一股力量就将林北给震飞 一记黄接下品的施心拳 就朝着林北的面门攻过来 可林北却丝毫没给唐旭机会 甚至连招式都没用一脚 就踢到了唐旭的上巴 直接飞出去老远 但唐旭却丝毫不觉得害怕 反而嘲讽起林北 就算是杀了自己也无所谓 你的五种天赋 已经被姚天宗宗主分给了五个儿子 而且他们的实力已经是顶尖 明天就要和你心爱的师妹莫赢成亲 唐旭说完就指着林北嘲讽 他是一个笑话 只见林北没有丝毫留情一拳 便击中唐旭的头 随后便一脸杀意地 看着剩下出云踪的人 众人也都纷纷跪地求饶 而林北却准备问这些人一个问题 如果不好好回答面前的唐旭 就是下场 男人只是一个眼神 还将林北有疑犯之恩的村长 和他的孙女击倒在地 本以为林北教训一顿便是 结果唐旭却不知悔改 反而动手还击 并且告诉林北喜欢的小师妹 明天也要成为别人的女人了 顿时一拳就结束了唐旭的性命 林北为了搞清楚出云踪的现状 便告诉在场出云踪的人 好好讲讲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首先重要的就是莫赢师妹 被宗主安排嫁给饶天宗的小儿子 接着便听到让林北都震惊的消息 饶天宗的四个儿子 都分别拜入几大宗门 但至于小儿子谢飞拜入的是封魔殿 顿时林北就感到十分震惊 要知道这些大宗门 根本就看不上小宗门的修饰 不过让林北头疼的便是封魔殿 据说里面随便一个长老都是拓卖井 而且封魔殿的长老有十位 要知道自己复仇出云踪定会和他们交手 林北这时也捏紧了拳头 随后便用秘术抹除了这些 以前师弟见过自己的记忆 突然林北看向旁边的二星妖兽 说不定能够开出生妖盒 如果将其炼化或许能够突破到拓卖井 于是林北便将此事先放在一边 准备去看看村长他们的情况 林北也告诉在场的人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明月一早就去找其他的住处 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 众人也都有些无奈 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 林北随后也将二星的妖兽准备刨开看看 顿时就露出了些许笑语 居然真被自己得到了生妖盒 可突然妖兽的腹部却传来一阵动静 这让林北怀疑这妖兽难不成还没死 下一刻便准备一探究竟 梅城乡里面居然有一只小鸟一样的妖兽 只是林北刚要触碰 突然那小家伙就爆发出一股力量 并且意外发现这居然是三星的妖兽 立刻林北就咬破自己的手指 直接给小家伙喂下 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一巴掌 这小家伙哭诉着说起自己就想修炼 却被道理背叛生死到消 好不容易找到了夺舍的机会 却又被这臭小子立下主仆契约 老娘不服啊 然而不能说话的小家伙却一直叽叽叫 林北还以为这家伙是早产导致的灵智未开 一巴掌就给扇了回去 好你个小东西居然敢欺负我 顿时一人一妖兽就战斗得不可开交 然而下一刻这小家伙就倒了下去 没想到眼前的臭小子居然是圣接血脉 差一点自己就嘎了 没能想到这家伙居然是个女人 就在刚才好不容易夺舍了三星妖兽的身体 可怎么也不会想到意外 竟让林北与自己签下主仆契约 这愤怒值已经随时要杀掉林北 但没成想刚才灼伤林北的手臂 流出的一滴血是圣接血脉 差点就直接嘎了 但偏偏就在此刻这副妖兽的身体 居然从三星突破到了四星 女人瞬间觉得是一场天大的造化 而眼前的林北也成了复仇的希望 不过这纪人篱下的感觉真的不爽 林北还特意地给女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金 下一刻便准备炼化起声吆喝 顿时一股强大的能量便散发在林北周围 小金却十分震惊 开窍近的修饰炼化一个二星妖和至少都要十日 但眼前的小子只用了半炷香 这天赋着实有点让人羡慕 还没让小金有一丝反应顿时发出巨大的声响 你怎么不直接把我给送走啊 林北也成功地达到拓卖进一冲 只是这小金却露出一个不还好意的眼神 林北也准备进行下一步复仇的计划 转眼隔天出云宗便张灯结彩一副全宗喜庆的模样 宗主也带着将要出嫁的女儿迎接前来祝贺的客人 莫灵云还特地嘱咐莫营以后要好生服侍谢飞 毕竟她已经败入风魔店 你嫁过去也是出云中的天大造化 转眼谢飞就带着风魔店的长老来到这里 让莫灵云都没想到风魔店如此重视居然派来饶长老 可一旁的谢飞却忍不住要早些拜堂好入洞房 饶宇也在一旁叫她不要着急又不会跑了 这时谢飞也觉得自己心急了 接着便让莫灵云主持婚礼开始吧 随后谢飞便牵着莫营的手走到众人面前 各大宗门为了搞好关系也都纷纷献上自己宗门的贺礼 莫灵云见状也是感觉自己舒服了一把 曾几何时这些人又怎会如此 还不是仗着我女儿嫁给的谢飞都想巴结风魔店 然而人群当中却出现了一个人 没想到居然是林北 小金也观察了一番这里顶多也就拖迈进五重 便猜测林北可能是来搞事的 接着莫灵云一声令下 婚礼的仪式也就在这时开始 好一个郎友情妾有意 人群里却出现一个神秘的人叫着等一下 莫灵云以为这家伙是来找事的便想好好问问 然而林北却说自己有一份大礼还没送呢 听到送礼莫灵云也露出了笑容迎接 可没想到林北却说是礼物就是你们的人头 前喜欢的小师妹成婚应该送什么礼物 应该没人会想到是她父亲和自己的相上人头吧 就在刚刚林北带着立下主仆契约的四星妖兽小金 准备去喜爱的小师妹婚礼上大闹一场 众人也没想到本该死去的初云宗林北竟然出现在这里 莫灵云顿时不敢相信 看着被丢下悬崖的林北还活着 而且还发现林北被废的修为竟然恢复了 这让她顿时有些担心 此刻旁边的莫灵云也觉得不可思议退后一步 明明林北深重剧毒 又跌落万丈深渊不可能还活着 谢飞看了一眼林北的修为不过也在开窍境而已 今天就拿你继我成婚大礼 可没想到身旁的莫灵却叫谢飞小心 但谢飞却是不以为然一个失去引以为傲体质的家伙又做到了什么 于是谢飞根本就不听莫灵的劝告直接走向林北 如果现在林北还有当初的五种天机体制 我承认你是天才 但现在你只不过是来送死的而已 众人也都感叹谢飞已经是拓卖进的实力 没有了天机体制的林北不过是强弩之末 饶宇却觉得不对劲 看着林北有吃无孔的样子还敢一个人前来 莫不是还有什么后招 暂时就静观其变也让谢飞这小子表现表现 瞬间谢飞身上便爆发出强烈的灵气波动 众人都感叹不愧是林北以前的天机体制无边炼玉体 加上谢飞的实力恐怕能达到拓卖进二重的实力 接着就看到谢飞使出黄街上顶的杀星拳 周围的杀气顿时围绕快速地冲向林北 可林北非但不害怕反而露出笑容 直到周围已经是浓烟滚滚谢飞才开心一笑 莫灵云两妇女见状也是放心了许多 这林北不过也就是故作玄虚罢了 然而下一刻林北却出现在散去的浓烟当中 并且嘲讽谢飞这体质在你身上也不过如此 看见一点都没受伤的谢飞此刻也有些害怕 还没等反应过来林北以速度极快的一拳命中了谢飞 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要撕裂谢飞的身体 这时才反应过来眼前的林北居然也是拓卖进的修为 接着林北又是一巴掌扇到谢飞的脸上 这时的谢飞已然没有了先前的神器下得赶紧向后退 林北此刻却十分随意地将他踩在脚底 就你现在这样的实力真的让我实在太失望了 此刻在场的人才觉得恐怖 连拓迈进加上天机体质的谢飞都败了 不过这却引起了风魔殿饶宇的注意 男人竟然会闯师妹的婚礼 原本以为会是一个纯爱战士 结果没有丝毫犹豫豫地将师妹的未婚夫踩在脚下 你们妇女当时做的聂金日定将讨回来 莫赢见状也有些担心莫不是林北又觉醒了天机体质 但也就在这时跟着谢飞一起来的长老饶宇却十分开心 根本就不管谢飞的死活一心 只想夺射林北的天机体质 瞬间就挡在林北的面前 你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事付出代价的 原本害怕的莫灵云也在此刻彻底疯狂起来 看着饶宇动手也给了莫灵云自信 正当饶宇抬脚脚准备攻击林北 那速度快的差点就直接被解决掉 不愧是拓迈进五重的实力 本来饶宇都准备将林北只留半口气 结果谢飞现在却要承蒙说自己要杀了林北 饶宇也明白反正自己只要夺取他的体质就行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林北也是时候让小金出来解决问题了 此刻饶宇也有点吃惊 当真正反应过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冻穿了身体 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不起眼的小鸟 居然是四星妖兽 看着倒在自己面前的饶宇 莫灵云整个心态都已经崩溃 不仅林北修为恢复变得更强 还有一只四星的妖兽相助 而原本心高气傲的谢飞此刻也是脸色沙白 完全没发现身后走过来的林北 顺手就将眼前的谢飞给提起 你刚才不是嚷嚷着要杀我吗 此刻的谢飞已经没有了精神器 只能搬出自己的哥哥们想让林北住手 可此时的林北却完全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告诉谢飞不要太过天真 难不成放你回去等有一天来杀我吗 顺势林北直接击穿了谢飞的身体 此刻出云宗全宗上下都跪倒在林北的面前 莫灵云哭诉着求林北放他一命 林北见到这样的场面心里十分爽快 告诉莫灵云只要说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饶他一命 听见能活着莫灵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开始说起自己如何陷害林北一事 在场的其他宗门纷纷都惊呆在原地 莫灵见到自己父亲被林北弄得如此不堪 此刻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林北 这时其他宗门的宗主也开始怒骂莫灵云的卑鄙 纷纷离开出云宗表示以后又不再联系 就连出云宗的众人此刻也都相继想要离开 林北此刻才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林北便要好好处理一下自己以前喜爱的师妹 这自己心爱的师妹 杀了他爹是中什么体验 又叫他爹当着所有人的面阐述自己做的坏事 原本这样莫灵云就以为林北会放过自己 但林北只是笑他太过天真 有时候给敌人留下活路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还好林北杀法果断 看着自己父亲倒在面前的莫灵也瞪大了眼睛 而林北现在也把目标放在了这心爱的小师妹身上 此时的莫灵已然是心态接近崩溃 突然大笑起来 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怪的是自己当时没有把林北给斩杀 但莫灵知道自己要死也没感觉害怕 并且还刻意嘲讽林北杀了谢飞 风魔殿的人自然会天涯海角地找你 到时候你又能活多久呢 下一刻莫灵竟然就自行了断 林北看到这里这才满意的点头 不过刚才莫灵说的话倒是点醒了林北 在风魔殿的势力下自己恐怕是真的寸步难行 不过这一切只能是我站在山峰的垫脚石罢了 小金听见林北一个唾卖镜就敢口出狂言 也觉得十分有意思 本尊也定然会好好期待你能走到哪一步 此时的风魔殿也没有了平常的安静 谢平秋着急地来到风魔殿想问问谢飞成婚之事 风魔殿店主图天师便让谢平秋不要着急 约莫这个时间差不多要回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收到了一个消息 听完之后的图天师瞬间脸色一变 说话也变得十分凶狠也让谢平秋有些颤抖 接着便告诉谢平秋 出云宗的林北回来将莫灵云以及莫灵都斩杀了 你的儿子谢飞以及我风魔殿的长老也没能逃过 顿时谢平秋就觉得不可思议 明明跟着去的饶长老有脱脉进五重的实力 然而这时的风魔殿中的其他人没觉得愤怒 却笑了起来 图天师则觉得这林北身上定然有秘密 询问到谢平秋没有隐瞒什么吧 吓得谢平秋拍胸脯保证定没有 这时的图天师才变了一副面容 叫到了一旁的赵长老 要他将林北快速地抓回来 女人听完也是不屑一笑 图天师只是觉得可惜了无边炼玉体 而谢平秋此刻却想着只要林北出现 就要将他彻底折磨死 另一边搜刮完莫灵云宝物的林北 倒是有信心将这些炼化以后突破到拓迈进三重 想着想着却突然笑出了声 但小金却说林北真没出现 一些垃圾都被荡成宝贝 想当年老娘的天宫之中宝贝数不胜数 只可惜现在变成了这副鸟样 真怀念躺在天阶白玉床上吃天阶丹药的日子 是一只什么奇怪的神兽 连黄阶下品的丹药都不吃 还嘲讽狗都不吃这东西 原来这家伙没多舍着鸟身体之前是个女人 而且在自己的天宫当中天阶的东西更是数不胜数 但现在这样的情况无奈只能舍弃了那骄傲的自尊 一股气的吃下有总比没有强吧 随后林北便带着小金离开这里 只是小金感叹这小子太心思手软了 要是当时的自己 就算是宗门的花花草草也要给杀得干干净净 顿时觉得林北难成大气 结果刚一走远就听见巨大的轰隆声响 好家伙原来是害怕波及到自己等离开之后才下的手 转眼距离宗门的事情过了半月 林北带着村子里的众人来到东江边境 这时原先的村长却叫起了林北为村长 还直言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林北也是头疼没成想自己一个人逃难居然逃出来一群人 原来就在前不久村长觉得林北很有实力 在他的带领下肯定能让村子变好直接就退位让衔 不仅让林北没有说出一个不字 一路上还帮助站在街边的老年妇女 虽说如此但林北还是决定带上这些人 也是反映了东江在出云中的影响下苦了他们 眼看马上通过眼前的荒漠就要到南江 以后的事情再慢慢考虑吧 原来的村长这时便告诉林北在队伍里面能修炼的大概有120人 都下发了青牛链体诀 林北对于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以后自己的势力就要靠这一部分人 原村长干脆索性直接让林北在南江成立一个宗门 这提议也让林北有些动心 然而就在这同一时间 一大群人已经收到消息 林北一行人会从这里经过 只要活捉回去给风魔店到时候有的是富贵 没想到只是这些人的竟然就是风魔店的长老 下一刻居然林北的称呼就从村长变成了宗主 还提议可以到前方的月牙拳稍作休息 林北顿时都经了这么随便的忙位 不过眼下确实去这里休息一下更合适 于是众人就决定了目的地 但拦截林北的人却经了 好家伙看着队伍居然有那么多人 怕不是把整个出云宗的人带上了 然而一旁的风魔店长老眼睛就是好使 让他把斗笠脱下都得了近视眼了 全是老肉病残的你看的什么玩意儿 看着周围出现的陌生人 林北也知道了是怎么个事 告诉村长一声就要去解决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 只见这群小卡拉米一涌而下 林北都不是很感兴趣举起了小拳拳 看似不经意的一拳出去就解决完事 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 只是为何这风魔店的长老也这么不堪一击 难不成是看上了林北这白白净净的脸蛋 人是风魔店的长老却突然装晕倒 原来这却是他为了接近林北的战术 就在刚刚这群人在风魔店长老的安排下 故意被林北一拳击倒 让他们成功被林北绑住 自己也顺利地混入其中 随后林北便坐在高处看着一切 明日便会抓紧时间进入南疆 然而就在这时候突然林北发现不对劲 身后出现一个人用刀已经贴近自己 女人顿时嘲讽林北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孩 居然没有毫无防备之心 林北也十分疑惑女人到底是谁 才听她说起自己是风魔店长老赵青 并且赵青告诉林北 虽然你有一只很强的魔手 但在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下 自己是有把握将你瞬间击杀 然而林北也发现不对劲 如果这赵青想动手就没必要和自己对话 便问起赵青到底有什么目的 只见赵青笑了效果真是聪明 很简单我要你的体质 听到这里林北也笑了起来 问起赵青擅自夺取自己的体质 不怕风魔店报复 然而赵青却说自己得到天际体质 又何惧怕风魔店 不过转头赵青却夸起林北 身怀了五种天际体质被夺还能觉醒 确实不错 突然赵青叹气之余便变了一个眼色 直接攻向林北 巨大的符咒就遍布到林北的全身 一股力量即将要从林北身体里面被抽离 顿时林北就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 赵青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北 居然这小子达到了拖迈进四重的实力 要知道自己修炼了三十余年才达到六重 下一刻赵青便准备先逃跑 毕竟现在不一定能够将其斩杀 然而这时候林北怀里的小金也醒了过来 本来老娘睡得安稳结果被你吵醒 赵青还想解释一下 瞬间强大的力量就让他生死到消 刚才的一下众人也都被吸引过去 林北也不想让众人担心 解释了有一点小麻烦不过不要紧 二日一早众人便来到了南疆的清水城 原村长还一阵开心终于抵达 然而林北却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里的人都在往外面快速地跑去 顺势就问起了其中一个人是怎么回事 小哥见他们穿着破破烂烂便问起是逃难来的吗 无奈接着便叹了口气 要原村长他们快点走清水城不太平了 近来清水城突然来了一群土匪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还将清水城主给击杀 大家都纷纷逃离这里生怕死的下一个就是自己 林北这时也来了兴趣 只要对方修为不是太高自己就有胜算 只听小哥说起城主是拓迈进二重 但那土匪三招就斩杀了三重的城主 恐怕修为已经是达到拓迈进四重 可林北却是一笑表示自己要我会回他 不得不说男人是不懂怜香西域的 尽管人家是风魔店的长老 也没必要直接将人家生死到消吗 原来是林北准备到南疆的清水城去 结果这女人非但不帮忙还要夺取林北的天机体制 无奈连林北的小金都看不下去自然就动手 而林北说来也奇怪别人都从清水城出去逃难 结果林北一行人倒好听见有土匪还要前去会会 可让谁都没想到这群所谓的土匪竟然都是忠义之士 只可惜城里的人有眼无珠消灭了桑尽天良的城主 反而被当成了十恶不赦之人 为首的女人也是甚是老虎 这样下去怕清水城直接要变为空城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就听到有人来报 城外来了许多逃难的百姓 此刻众人都是十分开心 转眼就带着所有的人来到林北这里 这动静可把掌柜这些给吓坏了 告诉林北还是快些离开这里为好 然而原村长此刻也有些许担心林北 但只见林北摆了白手表示没问题 女人见到出现的林北便简单地询问了一番 得知林北一行人确实是来逃难的赶紧下马迎接 直接给林北来了一个熊抱 众人都表示不认识这个头领 不过直接把林北抱在怀里倒是让林北有些意外 女人见状感觉也有些不妥 随后便带着林北找了一个地方 直言林北可以放心地待在清水城 而那些跟着一起的人也会安顿好的 这却让林北觉得有些意外 都不怕我们是什么不祥之人吗 然而女人听到这话也怒了 未必老娘能夺下清水城还怕不能罩住你们吗 见到这股气势林北也觉得有意思 只是说起自己若是得罪了风魔殿呢 此话一出这些土匪都惊了 居然有人得罪了风魔殿 林北却十分随意地告诉他们 自己杀了他们的一个长老和一个小卡拉米 女人听到这有些震惊不过 但还是咬牙说着没问题 可林北却又把各个大宗门都得罪 说了一遍问起女人又如何呢 原本林北还以为这些家伙能扛得住 结果纷纷倒在了地上 没想到胆子如此之小都晕了过去 林北也顺势叫来了村长 直接把这群家伙给绑了起来 还大张旗鼓地走在路上前往城主府 这里的居民见到林北居然比土匪还狠 顿时连夜就要跑路 没想到冤大头竟然是活颜王 而这时的风魔殿也得知赵青死掉的消息 问起众人现在应该怎么办 突然有人却说到林北 此刻进入了南疆就不太好动手了 而原本要抓住林北的计划也被弄乱